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可能喝奶也要坐在车子里面 大部分人都坐在车子里面 此前赛车冠军酒精中毒 拉力神童刘曹东的去世 无疑成为了赛车界最大的噩耗 随着徐浪和刘曹东的相继离世 小致坦言自己的心情很低落 并表示自己将退出之后拉力赛的所有比赛 少了他们这么大的队友 所以我想在未来拉力赛 我想我应该不会再参加了 在这边告诉大家在拉力赛部分 但是其他的赛车我想还是会继续 所以今年的比赛的计划其实还是有的 那我会放在年底一个世界力慢大赛 那剩下的比赛可能会让我车队的一些 一些新培训的一些选手让他们参加比赛 虽然小致不再参加拉力赛 不过尤其主演的《急速天使》即将上映 在片中小致将化身为赛车教练 与刘若英、汤维和张博之展开对手戏 同时还是影片赛车顾问的林志颖 自己也要成为三位女主角的现场教练 对于他们三人的车技 林志颖又有什么样的点评呢 一开始我比较担心就是他们在开车上面 可能就是在开的上面就是跟他们外表会不会比较 可能比较不太符合 因为毕竟他们都是影后 三个都是影后 然后看起来都是很温柔的一面 但是没想到一上了赛车以后 他们有点神 那种杀气就不明亮 刘若英在里面呢可能看起来就是 他很会唱歌然后奶茶嘛 但是没想到一上了赛车以后 他就说诶 我这个要换档 这个要怎么样 那那个要怎么样 诶 怎么跟我想象又不太一样了 那像汤维 汤维也是一样 他还特别为了这部电影 还去学了开赛车 去练手 听说这个练到这个整个手提都 就起泡了 所以像张伯茨也是一样 也是听说他非常喜欢开快吃 所以我发现他们三个人的 这个天分都相当的好